2010年SHE成员Selina和余浩铭在上海拍摄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一场爆破戏事发生意外 那次的烧伤事故相信很多人还记忆犹新 3月1日晚又一场烧伤意外在上海发生 大型女子偶像团体SNH48的成员唐安琪在一家咖啡店意外被烧伤 目前唐安琪仍在上海长海医院的急诊重症监护室抢救 3月2日小编夜市兵分两路赶往上海长海医院以及发生意外的咖啡店 在长海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外不少粉丝已经蹲守在现场 唐安琪由于烧伤原因需要大量书写 粉丝们在获悉后也是自发赶来医院用最真诚的行动支持偶像 另据唐安琪所在的SNH48的宣传以及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唐安琪目前已经苏醒提表烧伤面积达到了80%左右 因此仍未脱离生命危险 就现在是一个 这个应该比较严重 我们刚才稍等一下听到 都变化伤不得 就这情况还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说的一些 其实什么结局 他现在有脱离危险吗 没有 还有 有一个汇齐的马 马汇齐的号尔马尔克林就是可以继续 一直在呼 然后就呼 然后就是说 医生是说七天之后 就是看情况能够出重症监护室 他跟他时间是这样子 我们这边得到的情况就是说 他是人所醒或者还没有脱离危险 因为他伤伤面积比较大 而这一说法也是得到了医院护士的证实 唐安琪醒来就想听听音乐 因此护士也特别像来到医院的唐安琪的亲友借手机 一一一一一 iPad都可以 或者是那个网络啊什么的 听听外面的心情 而唐安琪的家人前一天晚上就获知消息赶来上海 但尚未见到唐安琪 尤其是安琪妈妈也是在现场情绪激动哭得很伤心 你是现在早上回来的是吗 我不能爱琪吗 你现在不能对着她 不能对着她 你们现在不可以想 她现在情绪很激动 不能不能 由于并非是工作时间发生的事故 因此大家也都很好奇 唐安琪在私人外出时间与朋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才酿成了这一个意外呢 而据上海宝山公安官方微博透露 经查系一名女子与其女伴 因纠纷引发争执 使用打火机不慎点燃自身衣服 周围人迅速灭火后 将该女子送医就职 为了了解事实真相 我们也专程赶往事发地点 该咖啡店虽然仍在正常营业中 但相关人员却对此三肩其口 只在某网站出局了一份正式的商家回应 在被封锁的二楼事发现场 我们也发现到了很多黑色印记 以及烧焦残留物 再配合当晚目击者拍下的照片 有此也不难看出当时的情况真的很危急 我们当时的情况真的很危急 我们当时的状态中是吧 我们都刷了 我们鞋子还 上半周都烧了 头啊 头里都烧了 那袜子听说好像也 袜子 他昨天因为抬起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脸上戴了 男的说 我们气盖下买了 衣服还就烧了 还有一点 鞋子还买 随后我们还在目击者的指引下 找到了当时冲进咖啡店救人的 奶茶铺老板董先生 董先生在采访时 也回忆了当时那惊险的一幕 当时我在点单 给客人点单 后来的时候听到 就是尖叫声救命很大 所以后来我们闻声就要去了 过去以后 然后到那里以后 我当时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 就是说 全身都是火灭拍电影 后来我看里面 就是人反正第一反应 我就跑进去 跑进去以后 就去找我冰火器 没找着 一找着以后 然后就 没办法救人 我也不敢 当时想拿水灰也不敢 然后没办法 那也得尝试一下 然后把他泼水用水 给他泼灭掉 然后用水 然后两盆水就给他泼灭了 泼灭了以后 发现他头发什么都烧 烧得没有了 发现挺严重的 他泼灭了以后 他人都看他灯在那里 应该还是有意识 应该还没什么事 他好像是面诱人 然后回来就走 不过董先生的叙述 似乎与商家的正式说明 还存在出入 到底真相如何呢 对此 SNH48的工作人员 也在采访时 反复强调 事件发生的原委 暂时还不清楚 但希望大家 不要诸多揣测 而导致对唐安琪 更多的伤害 我安排这些 就是他们是自己 私人实现的 他昨天是那个北京的通告 回来之后 他可能就跟朋友去聚会了 而在他私人实现发生问题 我没有听到 现在我具体就是说 情况就是我指的 他是意外受伤的 我觉得吧 是这样 比如说现在他本身 可能就是还在中央监视 就是具体什么情况 就是都是 我觉得现在下来都是 各种的片面材质 就片面的说法 不管是咖啡店老板 或谁 都是很片面的说法 很片面的说法 还有包括一些 我在 我现在也看到 就一些什么 就是匪夷所思的传言 我觉得真的是 对一个就是 二十来岁出头 商量这么严重 要是个二十四种态